没有洗过的椰木锡 看椰木锡能切出手镯没有 什么东西 椰木锡 是不是好久没有看椰木锡 自从宽展回来就没怎么看得到 对 真椰木锡加椰木锡 真的 有洗刷过 这边都是泥啊 不能打水 椰木锡不能打水 因为它下面糊的泥 一打水泥就冲掉了 裂啊什么就都出来了 料子可能就没那么值钱了 对 但是这个地方它应该是自己洗出来的 有点飘化还是有点底色的 底色啊这个 就哪个产口的木大的 它感觉皮好薄啊 那边有点薄 这边厚一点 应该是有点飘花 东西卖什么价 这个不够万的价格 8万吧 哦哦 你认识是吧 8千8 8 8万8 我还说不够万 不好意思 8千8 疯了吧 这东西8万8你 大概有点飘了 8千8是吧 2千块钱买贴了嘛 不可能 2千块钱都看看吧 不给你报价的 8千 不可能的 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的 应该是裂了 哪怕是有泥糊的 这边也一条也是裂 大力不怕嘛 3千 小千这个不弹 研究一下怎么切 你先砍价人家研究怎么切呀 我先研究好卖不卖再说 对不对 那你先研究 这个地方可以打点点吗 可以点点 发黑的 看到没有 是有飘花的 它有可能底色带花的那种 它不是白鹿带花 会不会水墨子 不可能 你不要 你去把一说我就害怕 水墨子又要退钱 3千5万 6千嘛 你也别6千了 4千块 四级发财 要不要 4千谁发财的 666啊 664大镇 四级发财 一二三四 三千 这不是钱不给吗 4千块 好吧 好吧 上邮具吧 这种料子就是说拿水去洗 洗完以后再切 但是我觉得算了 没必要去洗了 直接切了再说 上邮具 没有洗过的眼目锡 看眼目锡能切出手足没有 花应该是有的 冰箱花手足 哦 哇塞 可以可以可以 裂太多了 就是裂都那么发黑了 这种泛白的地方线条 它都是裂呀 裂太多了呀 太可惜了 没有说错了